五官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 这个军官突然之间 感觉很奇怪 就要问那个法师了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会今天这样 这个禅师就把他四十年前 打死的那个人的情况 告诉了他 所以这个五官从来不认识字的 突然大声的吟诗一首 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节节相残岂偶然 不如与诗拒解释 如今立地望西天 这说明 一个人必须懂得因果 懂得报应 不管你今生修为多高 功德有多大 君是逃脱不了因果定律的 因果报应 只有在彻底醒悟 绝不造阴 造新业 才是唯一的解脱之道 台长就是解释了一个问题 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天天在做功德 天天在布施 我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还在受苦 菩萨呀 你开开眼 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因为这是你过去造的因 所以你现在必须承受果报 如果哪一天 从今天开始 你拼命地造善因 要记住 种下去 不会马上长出来 我们从今天开始 诸恶不做 就做善事 每天造善因 种善果 你们等着吧 很快的 就让你们 发喜充满 心想事成 打赤大碑 观世音无散 打赤大碑 观世音无散